OK 大家好 Bo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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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一开心喝了点酒 现在属于一个非常兴奋的状态 然后今天要吃干草糖 我没介绍自己 我是每天饿狗狗一起吃饭 狗狗在这里 没死啊 我听说一个人在癫狂的状态吃干草可以解毒 所以我今天就买了个感 我现在就属于那种癫狂的状态 我就吃干草看看能不能解毒 这个干草的包装让我们就是有想到扑克牌 说了这个干草 我还记得就是他下面的评论说 如果你给差评是因为难吃 就是什么 差评不能写难吃 就是拒绝难吃的差评 就是它就是难吃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就是中药啊什么药啊 里面都会放一些干草 那么其实干草它是蛮厉害的 那我们就会尝一下 听说会尝难吃 就是这样子 是一个菱形 里面全部都菱形 我抱在手上很大 来尝一尝 那就像吃很硬的橡皮啊 这特别难吃 这就像吃那个茴香 你知道吗 有时候我们烧菜会放在调味料的茴香 你就不想一咬到一口 就那个味道 是一毛一样的 但是你竟然要把它当糖吃 哦 哦 no 有没有宝宝喜欢吃干草的 我觉得这是真英雄 为什么我一定要不能浪费把这颗给吃了 我们眼泪酒都要流出来了 在九十每一半是被苦的 真的超难吃啊 干草原来是这个味道 我以为就是中药会含那个干草病吗 是有种淡着那种甜味甜甜甜的味道 还有点中药那种清香在里面 但这个干草糖完全不是这个味道 它就是那个茴香 它恰点酸的味道 就像你不小心咬了一口茴香的味道 不便宜大家购买 有些宝宝有独特爱好 或者你们想跟我一样 解毒 可能就比较适合 我觉得吃完这个我好像瞬间清醒了很多 酒也感觉清醒了很多 虽然难吃 但良药苦口 利于病 那就这样 嗯 今天这一小盒干草糖 配件需要的宝宝 宝宝你们有吃过干草糖吗 有像我这么无聊买干草糖解毒的吗 在视频下方要记得告诉我 那今天就到这里